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新闻要提醒大家注意流感疫苗 家里的长辈打了吗 因为今年的秋冬流感恐怕要来势汹汹了 现在就爆发了今年第一起比较严重的群聚感染 出现在台北的警察专科学校 有22位学生确诊而且都是A型的流感 所以医生就在呼吁家中有长辈的话 尽快要施打流感疫苗 谁符合资格呢 我们先用医事人员的防疫人员是第一个符合资格的 另外就是18岁以下的学生 还有65岁以上的长者 以及肥胖罕见疾病免疫力低下的患者 都是第一波公费流感的接种对象 那么大家也对于新冠跟流感疫苗之间的关联有所疑惑 包含了新冠疫苗跟流感疫苗可以一起施打吗 答案是可以的 另外如果你刚刚确诊能不能打流感疫苗呢 答案也是可以的 确诊之后7天症状康复之后就可以赶紧接种疫苗 新冠疫情持续攀升 随着天气逐渐转良 还有流感也要防 警专传出群聚事件 从9月27号到10月3号 有22名新生得了A流 病毒株为H3N2 学生们分属在四个中队 建议返家休息 也是今年目前人数最多的校园感染 虽然流感通报数过去几周大约在80例左右 上周的阳性率及3.9% 还没有进入大流行 不过一旦进入冬季 新冠流感双重夹击 都是有接触和飞沫传播 两者症状类似要怎么分别 有医师提醒新冠肺炎以上呼吸道的症状为主 比较容易出现喉咙痛 声音沙哑 流感则是容易因为高烧 合并全身酸痛 这两个病真的是傻傻分不清楚 COVID-19可能有的人喉咙更痛了一点 就很痛很痛像火一样烧 流感在这方面比较没有这样的情况 然后还有的话就是 COVID-19在咳嗽的时候 咳得好像比流感还要更严重了一点 在今年发表的资料 在英国的话 看起来COVID-19跟流感共同感染 这样子风险已经提高到3.5%左右 如果是COVID-19跟流感同时感染的话 其实变成也变成重症 或者说是需要插管的风险 就会大大提高 提高2到3倍 保护率的话绝对7成以上 医师观察目前流感施打相当踊跃 1号开打以来比以往增加一成 新冠和流感的疫苗保护力都有达到7成以上 同时接种没有问题 只要不同手臂就好 大爱新闻 王怡婷 李健宽 叶宜玲 台北报道 华东再后重建的部分 有一些小型的检疫修缮都已经完成了 居民说 慈济志工来的速度非常的快 让他们感觉到很安心 还有人说地震之后都睡不好 听到了志工温言软语的问候 终于安下心来 可以好好睡一觉 那天地震的情景是要很大 我怕我妈妈出去 我怕我妈妈别倒 地震虽然已经过了半个多月 但对玉里居民来讲 依旧像是前两天才刚发生事 曾先生的家毁损不算严重 志工帮他把破损的地砖 全部更换 十月天 丘老虎发威 超过35度的高温下 来自全台 具有修缮专业的慈济志工 忙着帮受灾居民正修家园 我刚刚出去回来 看到那个世界这样子 参与这种工作 真的内心蛮感激的 本来这些就是我自己要打 自己要做的 只是你们来得太快了 结果大家都一起招忙了 当然就是会非常感谢 他心情就会觉得很 对 非常好 这户人家好几个出入口的门 都被震坏了 志工修缮之外 也帮住户想得更周到 如果说我们要把它清得很干净 我们再去上去 它负责力不会那么强 所以我们要把它这个 清得很干净 这个心情才能负责力很强 然后比较能够永久 比较牢靠一点 地震之后都不好睡 整个房子地都裂 房子也裂 看到慈济人出现 真的很开心 然后我们一些坏的东西 你们都修缮组都帮我们修好好的 地震后受伤的不止家园 居民惶惶不安的心也要安抚 志工在里长的陪同下 关怀居民 陪伴他们一起度过这一段时光 达来新闻 这是美志工 花莲报道 那么慈济志工在访试过程也发现 灾后半个月了 还有人没有办法使用家里的卫浴设备 因为实在是找不到工人来修缮 现在跟建筑相关的工人跟工匠 都非常的缺 举凡是像水电门窗泥座 甚至是防水还有铁工等等 都叫不到人 所以现在慈济正在号召 有相关经验的人 尽量的来投入玉礼 跟台东的修缮工作 在慈济的官方网站 还有脸书都可以来报名 地震过后比较难叫 年纪大的一下子要应付那么多 也应付不来 破损的家屋再加上找不到专业师傅修缮 花莲受灾居民心急不已 都没有空啊都是去抢修啊 就找不到师傅啊 慈济今天集结了北中南各区志工 总计102位投入花莲原件 其中包含了11位专业泥座师傅 16位水电师傅 6位木工师傅 2位铁工师傅 我们现在正在积极地谋合 让他们能够到需要最需要帮助的 这些案家来去协助 慈济志工林秋本放下自家水电行的工作 从台中来到花莲投入原件 屋主80岁老先生 家里的预测因为水管被震坏 水进不来 九一八地震至今 他如厕和洗澡都在外面解决 到安通温泉去洗澡 然后上大号到火车站 小号到阴工 慈济志工的帮忙 对老先生来说就像一场急时雨 灾区啊 没有水很苦呢 另一项让受灾居民头痛的问题 就是找不到师傅的你做师傅 眼前这一处厨房 完成拆除和修补 就要两位师傅三天工 我到哪一间的公司 在营造公司 我都先给他说 我如果持续有要请假的时候 我就随时请假 那都是很好的 到每一个公司都会 顺我的意愿 各地志工 抢在这场原件活动中 跟时间赛跑 就是一心希望 居民早日恢复 安定日常 大爱新闻杨雅颖 林文森 华林报道 血癌患者需要造血干细胞的捐赠 才有活命的机会 今天捐受随者的故事 来认识这一对 樊根层是血癌的患者 他本身是职业军人 也是马拉松好手 他的儿子出生刚满月 他就罹患了血癌 他不敢告诉家人 因为就怕没有机会看着孩子长大 所幸遇到了他配对相合的另一半 勇敢捐赠 恰巧的是 捐受随者双方 都是双胞胎 爸爸是大玩伴 让孩子笑声不断 但陪儿子长大 对樊根层来说 曾是阴阴期盼 发病前他刚跑完马拉松 但久可不遇 担心疾病传染给刚满月的儿子 一检查竟是急性骨髓性白血病 我现在想说 他明明就是一个很健康 军人都是要跑三千 伏地紧生什么样会 体力得很好才行嘛 我就想说 怎么可能 双胞胎哥哥也接受配对评估 但同卵双生 基因相同不合适 所幸有刺激骨髓干细胞中心 大概有三四个人跟我 是蛮那个百分之百五 我觉得我还蛮幸运的 白血球全部变零的那时候 那个要移植的前一天 他跟我讲一句话 就蛮印象蛮深刻 他跟我说 我都还没看到那个鞋带 我不知道能不能撑过这一关 然后我刚才说要加油 从申请到移植仅仅两个多月 但移植后历经感染 担心复发始终忐忐忑 看小朋友慢慢长大 你会怕说 没办法参与到他的成长 或者说他根本就不记得你 爸爸 对 撑过种种病痛磨难 坚强只为呵护质子 为父的心也在捐赠着 游俊宇的身上 去建党的那天是 10月31日 然后我的小朋友出生的那天 刚好是10月31日 就很巧合 因善念建党 五年后终能救人一命 配对的希望应该是很渺茫 竟然可以就是配对到我 就是觉得 怎么这么幸运就是 航屋犹豫捐出周边血干细胞 他的满心祝福有了回应 你给我的谢卡 从那个文字里 我发现你有小孩跟我一样 是希望你让自己健健康康的 然后好好地陪伴自己的小孩 造血干细胞移植 串起两位父亲的缘 也让因疾病威胁的家庭 有机会如此幸福圆满 大爱新闻 陈一珍 网昭中 林文森 高雄桃园报导 今天是九九重阳节 相关报导 休息一会三分钟后 回到新闻现场 我是热带雨林 我是地球的肺 我微笑着 为你们吸收二氧化碳 提供地球百分之二十的氧气 直到你们举刀 挥向了我 如果你们不要害我 地球就能灭于气喘叙叙 如果我们再不努力 通道一命 无人信免 爱不是手 爱要开口 爱污集污 爱之欲其声 爱到深处无怨有 冰城的快速融化 密石成了北极熊生存的难题 漫长的密石旅程 体力不支的小熊 往往溺死在中途 当北极都失去北极熊 人类还剩下多少时间 你是哭着来到我的身边的 饿了哭 摔了也哭 我希望你笑得更多 因为不如意是学习的动力 虽然你哭着来到世间 但我希望你笑得迎向未来 每一声震耳欲容枪响 都在向童年 向希望道别 每一个透显微光的弹孔 都好像灰暗 惊惊的眼神 硝烟征战 毁掉的不仅是孩子 也是 欢迎回到大爱亿安新闻 百年一历的伊恩飓风 重创了美国佛罗里达州 为当地再来了史诗级的灾难 美国是全世界最先进强盛的国家 但是在天灾底下 依旧是脆弱无比 我们带您看的是 重灾区里郡目前的状况 现在里郡这个城市 大部分的地区 每一天只能供水两个小时 而且是全天后断电的 水电基础设施的修复 至少要20天的时间 政府曾经下令要撤离 但是民众不舍得离开家园 现在只好家家户户 用互助精神 来挺过这一波 有史以来最难的关卡 飓风伊恩重创佛州 冲垮道路桥梁 陆基没入大海 导致当地多处的陆连岛 对外交通中断 住宅区更是满目疮痍 只能靠邻里互助苦撑 帮忙管理圣詹姆斯市的临时物资站 李姆汉先生还在第一时间提供家中的新链卫星 让灾民恢复对外通讯 也串联起邻里的互助网 事实上位于里郡的圣詹姆斯市和马特拉查岛 电力依旧中断 自来水水压不稳 每天只能供水两小时 基础建设修复至少也要20天 加上连外交通只能靠船舶和直升机 因此美国联邦紧急事务管理署 已对两地下达撤离令 不愿离开家园的民众 靠着互助物资 能否撑到负水负电 恐怕仍是个未知数 来新闻 吴贵真编译 另外一个国家的血患灾民 那更是一无所有了 这是巴基斯坦 整个国家三分之一的土地泡在水里 超过三个月的时间 联合国预估大水要完全退去 至少要等到今年的年底 那么为什么水迟迟没有办法消退呢 有三个主要原因 第一个是说巴基斯坦的基础设施太薄弱了 抽水系统没有办法运作 第二是他们长年的征收湿地 来当作农地 如此一来就失去涵养水源的功效 第三个是河的沿岸 有很多的违章建筑 造成了河川污染跟淤塞 水自然就排不出去 于是到目前为止 巴基斯坦的灾民所面对的困境 第一个 家园泡水 却没有干净的水可以喝 大多数的灾区儿童 都是营养不良的状况 再有就是医疗资源不够 因为这一波水患有1400间的医院被摧毁 医药粮食通通不足 巴基斯坦洪灾过后 幸存的医院 病房 走廊上 满满都是瘧疾腹泻的病人 医师说需要救治的病患不断涌入 有时候光一个上午就高达三四百人 医护工作超时已是基本日常 医师甚至累到体力不支 世纪洪患是天灾也是人祸 联合国指出近八百万人无家可归 许多灾区的积水又恐要六个月后才会退去 眼看寒冬江志 灾民恐面对第二波的死亡危机 有时候全都疾病了 孩子们都疾病了 看着我们这些说明天 我肯定带来自身的病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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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他们都会有些病人 因为他们都会有些病人 他们都会有些病人 他们会有些病人 他们会有些病人 聯合國估計水患造成巴基斯坦 高達三百億美元的損失 難民署希望募集國際愛心 約需八點一六億美元 才能協助災民安全過冬 大愛新聞 吳慧珍編譯 疫情期間大家避免前往醫院 所以有很多定期篩檢都推遲了 這也有很多的癌症病患 他們的定期追踪沒有做好 全台灣的疫情追踪 在癌症方面都是下降的 但是台北慈激醫院 在四個主要癌症的篩檢 比例依舊相當高 其中口恰癌的追踪篩檢 甚至高達百分之百 這背後的原因 是有這麼一群人 幕後的無名英雄 每一天透過電話簡訊 默默地在追踪每一位病患 雖然有很多挫折 甚至被誤認為是詐騙集團 他們還是切而不捨的 不放棄任何一位病人 你好 我慈激醫院 我這邊要跟您約回乳房外科門診 醫生會跟您解釋報告 並且做進一步的檢查 癌症篩檢後如需追踪 院方會主動電話聯繫 但過程往往不那麼順利 我們是不是詐騙集團 那很生氣地掛電話 那我們都會努力再打 詐騙集團不可能有我們 這邊就醫記錄 講了幾次之後 其實他們就卸下刑罰 通常打到第三通 就一定會記錄 他每一次的追蹤結果 然後他未接 我們就會傳簡訊跟他講 像這個民眾 他已經有三次未接 就說你是有業績是不是 可是我們可能只是因為看他 可能三年 五年 十年 沒有做檢查 我們就會很緊張 希望他們要趕快回診 遇上不信任 電話不通 還會寄信通知 甚至聯絡衛生所安排家訪 不放棄是最高指導原則 追蹤甚至長達一年 大家多少個人被罵 對 或者被誤會的就少 他如果萬一他今天是癌症 你追他回來 你可能就救了一條生命 做的大腸癌篩檢 沒有 這是有時候真的老輸了 我們來就幫你查 八十多歲患有心臟疾病的奶奶 有糞便出血的病史 心臟科醫師主動提醒他 定期篩檢的重要 檢查出來之後 他可以馬上接受治療 他的癒後會跟到 你有症狀的時候 發現說已經轉移了 肺差很多 台北辭院癌症中心 與醫師的努力 也獲得了國健署 醫癌追氣網 以及防疫監兵獎的肯定 讓威脅健康的癌症 能夠早期發現 早期治療 大家新闻 黃新燕 郭家旭 台北報導 今天是九九重陽節 我們身邊有不少長輩 活得既精彩又硬朗 但您認識這位 高齡95歲的劉爺爺 也許你絲毫看不出來 他才剛剛走過喪子之痛 這是十年一切的馬拉松 十年一切 馬拉松的獎牌啊 馬拉松大臭的 跑步的 空中都有 什麼年紀 做什麼事 但這位95歲的老年人 只要想做 沒有什麼事情 做不到 我五公里 十公里 都跑過了 馬拉松 現在還可以跑 我現在還可以跑 差距離跑要慢一點 不能跑太快 雖然年歲日增長 但生命每天都是新的開始 好 一 二 回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六 七 十二 三 四 我现在朋友没有了 永维松没有 给我同年龄斗走了 早也找不到 我开始就放弃了 参加勒林课程 结交新朋友 到后来谁晓得我们邻居 来当同学才认识 对 因为我们做错事一起 我是 我好像第九祖 他是第七祖 老没有停止他的持续学习 我现在一直在学习 中央外通常都学 外市警察退休工作时培养的英语能力 到现在都还没断 一个人生活 头脑灵光 活力充沛 当兵时在外岛写的日记 还珍藏至今 这里面都是我写的 都是你的日记 有英文的 39年 39年 越南日 18岁离开家丧 日记里记着山东老家的特产 恍如昨日 就桃子 梨子 核桃 葡萄 水利 历经过战争 离散 告别 长寿意味着要承受这一切 我去时候还看到人 两天以后 他要参加 他要参加和鱼儿结婚典礼 结婚典礼两天以后就死掉了 原本飞往美国参加孙女婚礼 却没想到 还历经了儿子的丧礼 我叫爸爸在你心边 祝你一路兄啊 没晓得吗 他们都没告诉我 我只晓得就是参加和鱼儿结婚 没晓得他生病啊 到后来又死掉了 我从来没晓得过 白话人送黑话人是非常辛苦的 所以我们应该要请当区 就是美国离他儿子最近的慈禁人 所以请他们就过去就近关系 这是一个非常痛的放手过程 老人家用平静的态度 回应生命中的巨变 是福分 也是智慧 同样充满智慧的他行医半个世纪 什么是他心目中理想的幸福医院 休息一会儿三分钟之后 回到新闻现场 带您看此季医疗志业执行长 林俊龙半生行医的故事 他的一生禁锢在轮椅上 他的思维却能飞向宇宙深处 我的目标很简单 就是高冬宇宙 它是什么 它为什么存在 透过阅读 走进天才的世界 发现自己的宇宙 你是否还记得跟妈妈一起阅读的美国书 妈妈总有本事把故事说得好有趣 在我的脑海里 清晰记得每一个欢乐的天鹤 阅读存脑本 记忆不露诗 就像飞机起飞 靠摩擦力 创意灵光绽放 靠广泛阅读 谁会不想装上创意之意 展翅飞翔 阅读吧 开卷有益 英国文豪莎士比亚 一生写了九个剧本 一百五十四首十四行诗 他说 书是世界的养分 生活里没有书 如同失去阳光 而没有智慧的书 就好像鸟儿失去了翅膀 阅读 带来智慧 让你洞悉人性 解惑人生 德国哲学家康德 在一次会议上 描述了英国西敏桥的种种样貌 在座的一位英国人问道 您是何时去的英国 又是在哪里夺的建筑 康德回答 所有关于西敏桥的知识 我都是从书本上得来的 欢迎回到大爱燕安新闻 明天天气要明显变凉了 时间交给我们的气象主播 宁明君 气象看大爱陪您聊天气 今天是农历九月九号 九九重阳节 也是敬老节 感恩所有的长者 您们的付出 才有今天我们的平安与繁荣 今天我们可以为长者做一件事 就是打电话提醒他们 明天天气要变凉了 记得多穿一件衣服 住在北部和东部的长者 出门最好也要带雨伞 明天真的天气要转变了 东北季风增强 北部和东北部气温下降 高温可能下降八九度 至于低温大概下降两三度 在二十四二十五度左右 有些人就可能会感觉到有凉意了 降雨方面 明天主要受到东北季风的影响 而东北季风顾名思义 就是从东北方吹来的风 而台湾有中央山脉的阻隔 因此迎风面包括了北部 还有东部地区 低的云会被挡住 容易下雨 明天大台北东部还有马祖 就会有短暂雨 特别提起的是 东北部基隆北海岸 大台北山区 还有东北部山区 可能会有大雨 而明天下午 南部和其他山区 也可能会有短暂阵雨 定量降水浴报图上 很多蓝色还有深蓝色的区域 代表可能会下大雨 而如果您目前还在外面 有些人可能已经感受到 风好像变大了 今天晚上开始 嘉义以北还有东南部地区 以及恒春半岛的沿海空旷地区 以及外岛的澎湖 金曼马祖容易有八到九级的强震风 出门一定要注意安全 我们来看看明天的天气预测 北部和东部是迎风面 降雨几率提高 温度24到31度 记得带伞多传一 而至于中南部天气相对的稳定 大概都是晴时多云的好天气 各地都有机会看到阳光 温度在24到34度之间 小地宁Follow me提醒您 今天基隆南投和台东 高温超过了36度 不过秋老虎就要离开了 另外就是长者还有心血管的患者 特别要注意保暖 再来就是北部东部的迎风面地区 部分地区要严防大雨 还有空气品质预测方面 明天各地都是普通到良好的等级 继续来关心各地详细的天气预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历史今天 2014年的10月4号 慈继美国总会举办了 四分之一世纪的慈善音乐会 见证了慈继人在美国走过25年的足迹 2021年10月4号 加拿大感恩节赠食物 新冠肺炎疫情期间物资需求大增 感恩节前夕 加拿大列治文山市食物银行 向北多伦多慈禁人求助 很多家庭在社群中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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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尤其是现在的疫情 这个是青春茶 这是巴斯玛丝鱼 五年来 食物银行服务人数成长2.6倍 慈继作为最佳合作伙伴 舍续相情 度过难关 2014年10月4号 美国四分之一世纪的大爱慈善音乐会 慈继美国总会25周年 在全美举办9场 四分之一世纪的大爱慈善音乐会 首场在南加州赛杰斯特罗姆歌剧院 行乐法船做开场 全英语跟舞剧真实呈现 尽死语入监狱 基本上每个语言 我们在那里 是从真正的生活 从厨房的自己的想法 自己的语言 可能我会改变了一点 但基本上是全的工作 所以这故事都是真正的故事 100%真正的故事 歌手周华健为喜爱患者 找寻配对机会 谢谢你们给我的爱 我会用你们给我的爱 去医我自己 还有我医好了以后 会用我的爱再继续去帮 世界上大家的人 好歌好事传唱全美与善共鸣 很多人都非常有爱心 那我只是借这个机会 把这个爱心传给他们 然后让他们也动向盛局 所以我的朋友很多会来都会来看这一次的活动 慈善音乐会募款活动 从1992年开始 慈季美国分会三中年 举办慈季文化系列活动 推广置业国际化 同时募集急难救助与济贫基金 首场邀请盛岳家黄显明独唱演出 2006年10月4号 马来西亚难民男童入院手术 三岁缅甸难民男童穆巴利 患有先天性心脏病 需要手术治疗 但应在马来西亚是无身份居住 三层不济 更何况是医药费 父母四处寻求帮助 刺激与联合国难民署 新海峡时报 以及英格医疗中心合作 让穆巴利顺利入院动手术 11号康复出院 手术后的穆巴利 平安长大 上小学时 志工前往探访 这一家人已经能自立自足 任养竹筒做繁保回馈社会 是什么让一位医生也能够拥有粉丝 让病患愿意跨海专程来到台湾接受他的治疗 是什么让一位医生愿意放下美国医院院长的身份 回到台湾投入偏向医疗 凡此种种都是慈激医疗置业执行长林俊龙医生的故事 他半个世纪的行医 集结成策 我们共同打造的幸福医院 这也是他半世纪的人生回忆录 老病患来看医生还没吃药 病就先好了一半 每次看执行长得很后很兴奋 可以跟老朋友只要聊天 他心情很好 这位医师总是全神贯注 总是用心倾听 当他的患者一不小心 就会变成他的粉丝 因为我们一家四代 也都是资新长的患者 浪漫就是刚刚走花一行 资新长告诉我 什么叫做勇敢 就是当你面对生命的挑战 还有生命的挫折的时候 你相信你可以再努力 行医五十多年 林俊龙曾是美国北陵医学中心院长 如今是慈激医疗职业执行长 走遍千山万水 当他回忆人生中最精彩的一段岁月 竟是在田中央的那间幸福医院 医疗可能没累 无眉无尽吧 放晴未死 也有周末没有休息 但是那一份喜业是永远留在你心里面 而且让你热吃不平 担任大林刺激医院首任院长 发现贫苦的人走不出来 他带着医护到家看诊 早在大家还没有听过远距医疗时期 他就透过电脑荧幕视讯问诊 免去患者来回奔波五个小时路程 因为看见了需要 我们就是要以温馨亲切的态度 来提供高品质的医疗文物 这个就是我们努力 只要病人有那样的需要 我们就去做 医疗专业到处有刺激人文 哪里找 二十年前检手性担任林俊龙的副院长 建立起浓厚师生情谊 一个内科一个外科 打造出医疗人文典范 不论遭遇多大的困难与压力 也要让病患感到幸福 是林俊龙实践词激人文的医疗之路 大爱新闻的亚萍杨俊庭 台中报道 诺贝尔今天颁发的是物理学奖 有三位科学家供获殊荣 The Royal Swedish Academy of Sciences has this morning decided to award the 2022 Nobel Prize in Physics in equal share to Alain Aspen Université Paris-Éclair and Ecole Polytechnique Palaisaux-France Yon F. Klauser, J. F. Klauser & Associates Walnot Greek California USA And to Anton Seilinger University of Vienna, Austria 这三位科学家分别来自法国、美国跟奥地利 他们研究量子力学 证明了粒子跟粒子之间 虽然距离遥远不会直接的互相影响 但是他们之间有一种牵引联动作用 叫做量子纠缠 这些发现也为后来的量子电脑跟资讯处理 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谢谢您参与今天的大爱业安新闻 我是陈竹琪 稍后请您继续收看《人间菩提》 我们明天见 《人间菩提》 感谢您的ہ见 感谢您的以后 感谢观看